- 犯嫌的犯后态度是法官量刑的一个标准 所以他在开庭的前一天做出这样的事情 他的居心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但是我必须也要告诉大家 很遗憾的事情是在他来寻求和解的时候 我已经告诉他很清楚 就是针对一审判决书你的犯刑一一道歉 那第二就是针对你在直播里面 把犯罪行为曲解成一种政治迫害 这种颠三倒四的说谎行为 你要跟这个听众还有观众说明 然后跟我还有被所有被波及的人道歉 但这两件事情他都没有做到 反而他的律师一直催促我们开一个价码 抱歉我不是商品 这件事情的重点也不是金钱 你要做的是认错 那在我们不断的强调告诉他我的原则跟底线 没有想到就换来他一句说 你以为现在在玩马利欧破关吗 一关过完还有一关 所以据我所知 最后一次我的律师跟他的律师碰面 是不欢而散 所以没有什么和解的这件事情 因为根本没有坦诚 我们提出的要求 我认为是非常基本的 但是他没有办法 连1%都做不到 所以看起来这个二审 大概就得继续这样子进行下去了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